大家好,我是董顺文 我们今天继续来练半音阶吧 半音阶非常非常重要 我想大多数人会觉得 这个人技巧很好或什么 通常都只是他手很快 那半音阶就是把所有的萨斯丰上 所有的音都用到了 你平常吹的大调音阶就 那就相当于钢琴上的 一个八度里面的七个白键 那还有五个黑键呢 那就五个半音 如果你把每一个音都加进去 那就是半音阶 都完了是生都 re完了是生re 然后me me完了直接是fa fa完了是生fa so 生so la 生la si 直接一个半音就叫do了 那这些都算是很基本的 乐理的概念 如果你不知道 赶快上网研究一下 那包括我拍这个系列 并不是说你今天都不要上课了 你只要看 没有 我每一集都强调 一定要找老师上课 我只是提供给你一些 我平常在练习的经验给你 我一直强调 你一直练歌 一直练曲子练曲子 确实很有成就感 但是你的进步会很有限 你一定要把这些基本的东西 把它加强起来 如果你 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说 怎么把歌吹得更好 甚至有单位希望我去办讲座 可其实所谓的更好 它是一个 每一个小细节 好比说你声音可不可以更稳定 你的拍子有没有更准 你的手有没有更快 更平均 然后你可以控制你的音量 你可以控制你的舌头 都是这些很基本的事情 组合起来的 对吧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来继续来练半音节 练半音节的重点呢 其实跟我们在练高音的时候一样 我们的目标 现在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希望维持到就是平均 你的音色很平均 你的音量很平均 你的乐器也不要晃动 你想你当你在按键的时候 你如果乐器晃动 你的嘴巴就会想要咬住它 对不对 那你才 乐器在动嘛 好 所以当你手指头不好 练没有练习惯 没有练顺畅 你的手指太用力的时候 你的音色一定也不会好 你就会歪起扭拔 因为你就会用嘴巴去固定你的吹嘴 那 所以把手指头练很重要 那再一次强调 手指的动作呢 要越小越好 好 好比说你任何一个键 好比说你这个发来说好了 我从抬起来 按下去 当我要把这个发放掉的时候 我需要放到这么高吗 不需要 因为那个盖子它就这么高 对不对 所以我的手指头 尽量你一直接触在这个圆的背壳上面 好 你放下去 抬起来 你看我的手还在键上面 我并没有抬到离开这个键 所以你要告诉自己 它不是一个五公分三公分这么远的距离 它其实就是一个一公分左右的事情 好 你的手其实在动 我在演奏的时候 我只有这样而已 我不是这样 好 你这样子起来 你一定不会快 因为你光是这个距离 要不要时间 要 你要时间 所以你就会比我慢 再加上你这样会累 你就这样动一动就好 哇 一下就累了 那我为什么会那么强调这些动作 因为我小时候练受伤 我一直强调我的手都坏掉了 那小时候就是太急了 没有找老师好好学 然后很急的就想逼自己练快 硬催 总觉得这个是什么了不起 硬催 硬催的结果就是方法不对 知识不对 然后我一辈子受这个痛苦 然后特别是如果你现在 才刚开始学初学的 那听我的劝 真的找老师上课 找 而且找老师很有意思 不见得要找吹的好的 要找教的好的 就他教的人很多 你看到他很多学生反应都不错 他知道怎么找出学生问题 就像你今天篮球教练 不见得能够跳得比 他的教的球员高 能够灌篮 不用 但他知道怎么训练他的球员 就好了 所以真的相信我一句 去找老师 好 那我们今天再提醒你一次 不止这个键 所有的键都一样 特别是你在左右手 在拼凑这个半音阶的时候 有一些执法比较复杂 那要小心 那我们再提醒一个键 伸收这个键 全部的键都是圆的 你有注意到吗 那伸收这个键 为什么是一个横的 对不对 长的椭圆形 因为它设计来 就不是要你用指尖按的 所以你不要 按到伸收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 本来前面的希腊手 手还很放松 手腕都还放下来 可以按到伸收就伸直 因为你想要用指尖 去按这个键 你这边就会产生一个 90度的这个角度 那这样子 你观察你在吹的时候 你自己看你的录影的影片 如果你吹的时候 常常守一个这个角度 你很容易受伤 因为这个角度 血液就不循环 对不对 然后就会累积乳酸 什么 你就会容易酸痛 所以尽量保持 手是放松的 保持手是放松的 好 那再来提醒一个事情 就是大拇指 大拇指尽量是朝鞋上的 如果你观察 你观察你的 这个八度键的造型 哪一个地方 是它最宽的地方 它就是希望你按的 很多人都按的 这样横的 对不对 好 这样横的按大拇指 都按在那个尖尖的上面 你要想一想 如果这个厂商 或是设计SARS峰的人 他希望你按横的 他不会做这么小 他干脆做一个 大拇指的宽一点的造型 对吧 所以他希望你按哪里最宽 像我这把乐器 你看这边做的 特别尖特别小 它在上面做很宽 它在这个 对不对 大概一点多 两点钟方向的地方 做得非常非常宽 那那个就是 他希望你按的地方 所以 那这个有什么道理呢 我拿一支笔 你观察一下 你刹中前面的按键 你希望你的手指头 都按在一条线上的时候 我一拿这支笔 当做一条线 你把手指按在线上的时候 你绕过来 你的大拇指 自然就会是 稍微朝上的 反过来 你现在很刻意的 把大拇指弄横的时候 你观察 你前面的手指头 就变成斜的了 对吧 可是乐器在这里 所以当你大拇指 变横的的时候 你为了太在意 这个八度键 你前面手指 变横的时候 其实你连 舌面的手指头 都按不到 你就会觉得 差不多小指这些 伸手啊 细啊 都这些键 好遥远哦 因为他不是希望 你这样按的 他希望你大拇指 朝上 一点钟 两点钟方向 然后呢 你的 前面的手指头 就会在排列 很自然排列 那条线上 就是这个感觉 好 一个这样的感觉 不是这个感觉 你也不希望 自己吹成这样吧 你希望自己吹成这样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是一些 小小的提醒哦 那我们怎么来 练这个半音阶 我们就跟上周 练这个高音的时候 一样 我们用四个半音上 四个半音下 我们的间隔 就是一个大三度的宽度 那我们利用 这大三度宽度 每一次专心 练乐器的一小部分 然后我们提高半个音 再往上练一个部分 再一个部分 那你会慢慢慢慢 从底下 把整把乐器的 一段一段一段练好 你的音色 你的手指头 就会更平均了 好 这个练习呢 我们一样搭配 我们上次 在吹高音练习 上一集当中 高音练习 我制作的这个 快慢的一个交替练习 两种节奏的 好 所以你就 如果你是YouTuber 你就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没办法上YouTuber 我有把我的影片 一样放在 我有放在秒拍 我有放在微博 我有放在 bilibili 你都可以去看一看 那我们把它点开这个 就一组来 第一组我们从ray到生发 低音的ray到生发 我们一组就来 所以我们练慢的一次 练快的一次 把乐器准备好 一块来练吧 1 2 1 2 3 4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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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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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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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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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2 1 2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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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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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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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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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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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3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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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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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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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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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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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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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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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2 1 2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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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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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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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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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2 2 1 3 4 1 2 1 2 1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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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2 1 2 2 3 2 3 1 2 1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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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1 2 1 2 2 1 1 4 1 2 1 1 1 2 1 1 2 1 2 2 1 2 1 1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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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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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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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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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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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2 1 2 1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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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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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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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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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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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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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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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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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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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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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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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楽 那因为 其实我的谱还有做更多 我们只如果在往上练 其实在乐器开始才吹到 一个八度都不到嘛 所以开启在往上练呢 只是我的伴奏只做了 快慢快慢交替了 总共十次而已哦 所以只能练了十组 可以一直往上练 你自己找机会练 那顺便讲 像这个练习啊 如果今天你开始练习 这个速度都跟不上 那不行哦 慢慢练 反过来 如果你现在已经很熟悉 半音节 你觉得这个好无聊哦 练习还很慢 那没关系 这个练习还可以这样用 我们把它吹快一倍 就是把八十拍 本来是吹 我们把它变成十六分音符 那等于八十拍就变成多少 一百六十拍了 然后等到变一百二十五拍 那个快的速度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是多少 两百五十拍 好我示范一次给你看 十六分音符哦 八十拍摄 外十拍摄 三十拍摄 出十拍摄 入十拍摄 三十拍摄 四十拍摄 つい描 二十拍摄 亮 1 2 1 2 3 GO 1 2 3 GO 今天的手指练习 半音阶的练习 一起练吧